马修·谢巴德是我的朋友 描述1998年马修·谢巴德 在怀尔明州活活被殴打 虐待致死的真实案例 以及谢巴德的成长故事 我太吵了 我不能停止哭 这个案例引发美国各界 对同性恋者权益和仇恨犯罪的广泛讨论 在谢巴德父母和活动人士的 努力倡导之下 2009年奥巴马总统签署了 仇恨犯罪预防法 谢巴德父母并且成立 以儿子为名的基金会 提倡对同性恋者权益的保护 纪录片的制作人米歇尔·哈苏埃 展示手上戴的 写着消除仇恨的紫色手环 他才谈到谢巴德时 嫉妒同意 同性恋 双性恋 与跨性别者的权益 也是人权的一部分 我们的纪录片 希望所有的人眼光向前看 以理解同情和宽容 取代仇恨 今年四月 美国国务院首次任命贝里兰德 担任主管人权和提倡保护LGBTI权益的特使 美国总统奥巴马在白宫一项维护LGBTI权益的活动当中表示 几年来美国维护这个群体的权益有了许多进展 例如2009年全美只有两个州允许同性恋者婚姻 现在则有37个州承认同性恋者婚姻合法 美国社会对此的态度也出现了重大转变 以上是VOA卫生